安代托昆波资料照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公路被球星字母哥安代托昆波 Giannis Antetokanto成长神速 短短五年间就摇身一遍 NVP大热门更二度入选明星赛 不过近期饱受欺伤所扰 对此安代托昆波并不担心 只是球打太多了 安代托昆波虽然在本届明星赛卖力表现 但他本期因膝盖酸痛缺席了四场比赛 去年也因为西商不打欧锦赛 外界质疑这可能跟安代托昆波上场时间过多有关 本季上场37分钟高居联盟第二 安代托昆波近日受访时谈到西商 他表示膝盖问题只是因为球打得太多了 需要好好休息 休赛季自己专注于练习 忽略休息的重要性 才会导致伤势恶化 夏季绝对不会再这样了 公路队阵中一哥的伤势相当谨慎 自从总教练奇德 Jason Kidd下台后 接手的普朗提 周普朗提 让安代托昆波的上场时间有略为下降 场均时间减至35 四分钟 四分钟